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缓慢音乐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缓度的声高决定太阳在燃烧 亲儿的狂跳猜猜时速是多少 从此的味道不需每刻去寻找 追求的释放才是永恒的骄傲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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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的膨胀说明你太情绪了 空虚的谎言不如多遍学生化 理解的感觉就是解释一切吧 冒险的暴发不要暂停 矜持吧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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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的身高决定太阳在烂烧 星儿的狂跳猜猜是素是多少 从此的味道不需每刻去寻找 追求的释放才是永恒的骄傲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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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田老板 下来上我们车里坐坐吧 你也别干嘛呀 不干什么呀 觉着你挺累的 想请你到局里吃顿夜宵 田安伯 下来 听见没有 看今天还有谁能见我 田老板 你可想清楚了 这个时候可千万不敢出错 谁叫你都不去 就说临时有事了 明白吗 喂 死鬼 怎么还不过来呢 去个他命狗屁 我今天临时又是急事 实在离不开 明天再跟你联系 好你个天虎 你想耍老娘啊 我他妈撞车了 都里头泡娘招的 下来 快点 快点 今天晚上是大行动 你们俩还忘不了化妆 秋莲 她们俩说你 看上笑面袍了 有着事儿 没有啊 她们俩不说的 我没胡说啊 那你俩说你 为什么呢 秋莲啊 我觉得吧 笑面袍是人体挺不错的 人很正派 很上派 也很优估 除了嘴评论一点 事实上我觉得 如果找这样的男人 一辈子都不会这样 是不是秋莲 我不知道 天国 嗯 慌什么 我知道你想什么 想什么呀 你等谁救你的吧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刚才你的好朋友 左建华 已经被我们带着 你们的老板被我们拘留了 他们是什么人吗 这么大的根基都玩完了 你说你还等什么呢 形势都跟你说清楚 再执迷不误 你的确太傻了 你 王骗老爸 号称铁三角 他们两人身上都背着血绽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你没杀过人 跟他们不一样 假如你不配合我们 非要跟他们混在一个档子上 我也没办法 到时候法庭一宣判 你可不要哭 你自己想清楚 好 我交代 这就对了 这有啥难的吧 把你知道的事 一五一十地讲清楚 好不好 十年前爆炸那次 是老爸和黄平安联手干的 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那当时这个爆炸是怎么搞的 老爸呀 爆炸是有绝招的 好像他是从东北一个老猎人那儿学的 他做不了很长时间 认为爆炸是最好的办法 他反复跟踪你们罗大队 跟踪贺祥云 基本上呢 掌握了他们的规律 老爸认为 在你们官局是不可能的 只有选在贺祥云的宿舍 当时呢 你们罗大队啊 跟贺祥云关系热得很 他就想利用这个贺祥云 把你们罗大队调回来 为什么要选在五一节那一天 老爸知道 罗大队整夜忙啊 有时候天亮之前 去看一眼贺祥云 贺祥云呢 给他做一顿早点 俩人吃完以后各自上班 他 选择在五一这一天 老爸认为 你们罗大队肯定回来看这贺祥云 这个时间敲门 贺祥云不会怀疑 就是这样 继续 继续 大概在早晨五点钟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来到了贺祥云的宿舍 老爸呢 按照你们罗大队敲门的习惯 瞧了门 这是老爸以前观察好了的 贺祥云呢 果不其然 连问中门没问 把门就打开了 他们两个人啊 就拿了刺制首相进去了 用枪呢 顶在贺祥云脑门子上 让他给罗大陆打电话 就说呀家里露煤气了 让他赶紧回来 当时啊 贺祥云吓坏了 就给罗大队打了电话 按照他们的说的都说了 可是挂上电话呀 他又后悔了 这时候他拼命挣扎 喊叫 黄平安手快的喊 一下就掐住了贺祥云的喉咙 当时就给掐昏碎过去了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老八呀把炸油安置好 两个人呢 给贺祥云穿上大衣 戴上口罩 像送病人一样 架着贺祥云下楼就走了 后来据老八说 当他们走到北门桥的时候 你们公安局的警车 就迎面开过去了 等到了北战局呢 已经离这个 贺祥云的宿舍好几公里了 还能听到爆炸的声音 贺祥云呢 他们把贺祥云搞到哪去了 我来听这个黄平安说 把贺祥云拉到这个 北交的马甲滩 那里呢有一个破砖窑 两个人就在砖窑里边 用砖头把贺祥云砸死了 然后把又扒了 在里边挖了坑 就给贺祥云埋了 然后呢 把衣服啊 卷过卷过 就扔在旁边的水井里了 就是这样 你说你认识都是些什么人 让我抓住这两个王八蛋 我把他批发了你信不信 当然了 这是你们公安局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他们两个在东海娱乐城的什么地位 你把具体位置给我说清楚 好像黄平安 什么是好像 肯定黄平安在地下室 老八呢一般在洗中心的藏小姐的暗室里 没错 现在人在不在 人呢 在 肯定在 刚才十二点的时候我们还联系过呢 他们在地下室看碟呢 你过来给我画 把他们的位置 给我清清楚楚地画清楚 好吧 各组注意 各组注意 三分钟后 开始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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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肯定就是 好了 你们女的往后退 让他们男的上 听见 我让你们往后退 命令你们退 我不服从 王平安是从我和陈姐手里跑的 我们要亲自抓住她 对 罗队 我们一定牵手抓住她 我让你走 我让你走 估计已经走了一会儿了 小白猴 小白猴 我是罗大波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小白猴 喂罗队 老爸已经跑了 我们刚才打听到啊 他的后院有一个下水道 是老爸去年陪人打通的 一直连到了南门桥 血泪量给堵死了 怎么搞的 我提醒过他们千万提高警惕 到头来 这种家伙真够神通广大的 怎么打听到的地方 来 头队 出什么事了 血泪在榆林疗养院让给堵死了 是自杀还是他杀 当然他杀 有个男的十一点五时去食堂 说他是省纪委的来打饭 食堂的人以为他是新来的纪检干部 就没怀疑 经过化验 他送到饭里边有青花甲 这么秘密的地方 他们怎么知道的 是谁泄露的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高个子 小平头 肯定是黄平安 这么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外逃 还在城市周围一带 看一件事啊 左建华交代 他是从岳鹏那儿得到消息 岳鹏要举报老爸搞爆炸的事 他就告诉了田国 田国就告诉了老爸 老爸经过筹划 让这个左建华 去了一趟第一监狱 给了黄平安一些治结核病的药 这种药服过量以后 肝功就特别糟糕 另外 他让黄平安服大量的维生素B2 导致他眼睛狂慌 真够狡猾的 还有 那个兴安医院检验科的检验员 中民也有配合出假报告 导致黄平安保外救医的嫌疑 我们已经把他控制了 怪不得黄平安一出来就能杀人 原来黄党干疑是假的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全看这个血彩券了 他肯定知道 黄平安和老爸在什么地方 这样 你们马上去东海娱乐城再跟他谈 走 待会儿 我可能不在办公室 有事打我手机 那你去哪儿 我去 北郊的马甲滩 看看能不能找到何祥云 就是生一把骨头 我也得找到了 别太难过了 你爸爸薛玲 确实被堵死了 死了 为什么 你们说他不是自事 是被堵死的 什么 签真乱绝 这帮畜生 你说对了 他们确实是毫无人性的出生 平时对情形好像不错 到了关键时候 什么确定的事都做得出来 我真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刮 不过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藏了什么地方 但是我想想 我知道一个人 她知道 谁 我们歌舞厅的薇薇 这丫头 一直都非常喜欢黄皮安 可黄皮安根本没把她当回事 最近她怀了她的孩子 黄皮安有些回心转移 就三天两头地往她那儿跑 我想她肯定知道黄皮安在什么地方 好 先生 我给你打听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马甲滩啊 是马甲滩 您还记得吗 这是不是原来有一个砖窑啊 砖窑 对 什么时候 大概是九一年吧 九一年 好像 对好像有一个 它的具体位置呢 具体位置嘛 好像是北面 不过现在没有了拆掉了 要搞平了现在搞开发期了 贸易中心 好 谢谢你啊 不用 哈哈哈 对 很死定 谁呀 菲菲 是我 你这是怎么了 昨天还好好的吗 病了 还是狂骗欺负你了 快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帮你解决 你连我还信不过吗 他不要这个孩子 病我把孩子做掉了 这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 你自个儿去医院做的人留 没有 他怕我不听话 陪我一块去的 黄培安和你一起去的医院 快告诉我 黄培安到底在哪 你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他跟你在一起 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他心里一直想着阿盈 你看 你都怀着他的孩子 他也逼你做掉 多狠 多绝情啊 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黄培安杀了七八个人 血债累累 是个毫无人性的恶魔 如果不抓住他 真的是对不起老百姓了 你虽然跟他好过 但是你没有陷进去 对他们的罪行 也并不知情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你还年轻 别把自己的前途 和他们绑在一起 你看 我对老爸怎么样 还不错吧 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他 谁知道这个混蛋 他竟然 要黄培安 把我父亲给杀了 你放心 我们会保护你的 告诉我们黄培安在哪儿 对老百姓也是一件好事 我也不知道 他们住在哪儿 但是今天上午 我坐人留的时候 听见黄培安在外面 给老爸打电话 说今天下午四点 他 老爸 还有大叔段德林 他们要在炮楼碰头 说有事要商量 炮楼在哪儿 炮楼 是段德林的一个朋友 叫何鸣 他的家 在西郊石利村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黄培安的一个女朋友 薇薇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今天下午四点 老爸 黄培安 段德林 要在东郊一个叫炮楼的地方碰头 小淼 是我 你马上通知人 带上武器 赶到东郊 咱们在石利村村口见面 就这样 喂 我是张子惠 你好 还在忙吧 对 有什么事吗 我有个事想问你 我父亲失踪了 到处都找不到 手机也打不通 你能告诉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你应该去问他呀 可是我连他人都找不到 我怎么问呀 我求你了 别再让我蒙在鼓里了 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就是他做了多么严重违法的事 我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我相信 他这个人是做得出来的 东海娱乐城 是一个犯罪集团的老窝 有一群杀人犯 他们贩毒 敲诈 强迫妇女卖淫 你父亲 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 你在听吗 啊 我在听 我早就有预感了 看来这回 他真的要自食恶果了 我们先忙着呢 哎 子慧 你什么时候忙完 说不定明天就能清闲下来 好 再见 你跟谁打电话呢 段红飞 对 你 我 张子慧啊张子慧 我都说了一万遍了 他不是什么好鸟 你把这么重要的案情告诉他 我什么都没说呀 还没说呢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说段德林是后台老板 你说明天也许会清闲下来 他只要稍微聪明一点 就能掌握咱们行动的时间表和力度 没有这么严重吧 对 罗大队 我觉得也是 段红飞不会有问题 我敢担保 你担保 我 我说你们这些人呢 好起来比谁都好 糟起来比谁都糟糕 你们太感性了 你们太容易被那些华而不识的东西迷惑 太清醒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你们女人搞行政的原因 说不定真的不妙 我就不明白 你们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出息呀你们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你气死我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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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在女人 我 在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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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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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队 菜还是热的 肯定刚走 还有 这是段德林最喜欢抽出雪茄 他肯定来过 罗队 所有的地方都搜过了 没有人 邻居说 在咱们来的十几分钟之前 有一个老头还有几个小伙子 坐着一辆面包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敢百分之百地肯定 刚才段红飞往这儿打过电话 你快看 是段红飞的电话号码吗 难道真的是他 他从咱们张小姐的口气里边 预感到今天下午或者晚上 咱们要行动 所以就给他们通风报信 你是对的 我犯了大错误 我请求处分 张子慧啊张子慧 你饶了我行不行 你这不是伤我嘴巴的吗 处分 我就是把你枪毙了 顶个屁用 案犯跑了 证人有生命危险 老百姓要遭殃 你让我处分 你开什么玩笑 我这个大队长干什么呢 我是抓人的 不是处分人的 你以为 他跟黄平安老八不是一路人 是不是 没错 这小子会来点光面堂皇的东西 可是你没想想 他是个什么种 段德林就是个混蛋 王八蛋 那也是他亲爹 抓进来就是个死 生死之间他能不变化吗 啊 你们整天说我是罗大嗓 啊 嫌我嗓门大 可是你们也干点 干点有出息的事啊 我说过一万遍了 咱们行政工作关系到生死 稍不留神就会全盘结束 你以为你是谁啊 啊 你以为你可以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你以为你可以把任何消息都透露出去吗 算了 对段洪飞 我 我也没想到 罗队 子惠也不想犯错误 他也想做好工作 你这么说 罗队 子惠也经常舍舍忘死 功劳也不少 你就少说两句 我觉得胡他人说的有道理 每次负伤他连眼睛都在这儿 是啊 罗队 那个子惠有些方面比我们男人多强 所以 你那个 啊 曹女 我是罗大洛 有情况向你汇报 各单位注意 发生在我市 具有黑社会性质集团系列杀人案 首犯 段德林老八黄平安 半小时前乘坐一辆三星面包车逃脱 由于 机场火车站 码头及高速公路均在我控制之中 所以 他们逃不出海平 现在我命令 各公安分局 派出所 企业单位保卫科 和公安处 在武警支队的协助下 对各辖区进行地毯式的大搜查 一定要做到挨家挨户 户户见人 户户登记核查 绝不允许有半点遗漏 另外 犯罪分子带有枪械 希望各单位切实注意人员的安全 跟大大抵护他 那还有说 给重大案犯通通报信 百分之百的包皮罪 这个家伙害死我了 也可能他只是一念之差 户户飞呢 他刚刚摇摇晃晃的 净水边射白在下面 我怕他得病不要打到水面 让他把我推出来 把门返扣上 户户飞 户户飞开门 户户飞开门 他服毒了 刘海没死 送医院 你都没有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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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有打破 我得打起来 但是没有人 根据判断 应该是往电子城方向去了 完毕 混蛋 你怎么还没让人家抓住呢 抓我 他们还没那么大本事 上车 去哪儿 管他太多 小姐跟你父亲下场一样 你们这是要拿我做人质吗 薛主任 搞事嘛 你如果不跟我们在一起 你那点不三不四的事 公安局也放不过你 我宁愿请共产党的监狱 也不跟你们这帮畜生在一起 这可由不得你 连这都封住了 你们根本跑不出去的 投降吧 闭嘴 监狗辉 起来 回到我们的问题 紫慧 对不起 其实我 你给我闭嘴 不许你叫我紫慧 我跟你已经不是朋友了 我现在是作为警察 来和犯罪嫌疑人谈话的 听清楚了吗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求连记录 姓名 段弘飞 年龄 二十五 职业 企业家 好 现在 你把给王平安 段德林 老爸通风报信的情况 如实回答 紫慧 我 你是不是让我跟你讲政策 你是不是不懂得坦白从款抗拒从眼 老师 从你的电话口气里 感觉到你们要采取最后的行动 我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怕枪毙他 所以 我就打算 通知他们逃走 当时你知不知道他们在泡楼 不知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我是通过我父亲的保姆 还有他的司机 才知道他们那天下午在泡楼的 他们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发誓真的不知道 你估计你父亲有没有离开海平 他不会离开海平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这里是他曾经辉煌过的地方 他曾经说过 他是海平的里程碑 所以 他不会离开海平 是 他确实是海平黑势力的里程碑 紫慧 行了 今天就到这儿 听着 不许随便外出 不许乱动 随时等待我们的传唤 我们没有靠你是对你的照顾 你不要得寸禁止 秋连 走 紫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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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其实 我并不是那么坏的人 不管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知道 我错了 可他必定还是我的父亲 大红辈 你身体的癌症是早期 但你灵魂的癌症 已经是晚期了 紫慧 紫慧 开oms 爹 快 人心 快 小歌 成都 他 开门 我 有颜色 脚步在乱心情再烦 守候你却是我 不变了承诺 付出一切 不知不觉 心寒情暖 日日夜夜 只为你能在 在花蕊中吻泄 只为那花儿拥有 不会飘泄 从而不曾放弃过 尽管一切没办 执着是梦 是梦里 有你陪我一起 乌合了都是金色 人生才会有颜色 脚步在乱心情再烦 守候你却是我 不变的承诺 付出一切 不知不觉 心甘情暖 日日夜夜 只为你能在 在花蕊中吻泄 只为那花儿拥有 不会飘泄 只为那花儿拥有 不会飘泄 你也有得到 日夜夜 只为你能在花蕊中吻泄 只为你能在花蕊中吻泄